欧阳娜娜近年来将演艺事业转往中国发展 应称呼中国为祖国而爆发争议 今年更在中国国庆日当天 转发了相关注和贴文 迎来许多台湾粉丝留言计讽 惊奇宣布重返校园 回到伯克利音乐学院 继续深造之落他 受邀登上了中国央视电视台 举办的跨年晚会 当天欧阳娜娜表演了最拿手的大提琴演出 直进她身穿橘粉色 偷杀礼服 外搭西装外套 登台演奏 加起一头长发 整体造型十分优雅 演奏时悠扬的旋律 让人不禁沉醉其中 对她精彩的表现赞叹不已 不过有部分网友在欧阳娜娜表演时 不断在直播间的留言区写道 她是谁 她是哪里人等 较为敏感的话题 立刻引来她的忠实粉丝留言护航 认为她来自哪里 跟这段表演完全无关 不许算名标刻意引战